一些事,一些情 一些好音樂 作詞曲 李宗盛 当心体去脱碎幻忧 心境长前情感受 躺下来 松口气不吹战斗 未了愿有下个着手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 再放下时放下 身体随心意 要心留有亦留有意 只要能失脱时失脱 再脆弱时脆弱 肯健强的灯 真见词总须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 照亮全宇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考究怎么去走 等包不比较 天边的信守 走出了竞技场 拍亦会想 闯得破四面场 放大思想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 再放下时放下 心态最心意 一生留有亦留也意 只要能坚弱时坚弱 再坚弱时坚弱 恨坚强的灯 恨坚持 恨光明一致 这送人得到 我一时 蓄意 和大家交代一下 昨晚做完节目之后 我去拿车 接着阿智就理所当然地跟上来 为什么阿智理所当然地跟上来呢 原来昨晚没有开车 我就知道肯定有节目了 有计划 肯定有节目了 如果不是想着喝酒 怎会不开车 接着阿智就叫我 去欧莊的堂会 欧莊的堂会 欧莊的堂会 其实在我们很多的 经常的淘宝 特别淘宝了很多年 十几二十年的朋友里面 它是很有江湖地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它是叫前櫃 是广州第一间的前櫃 所以在里面 我相信不少我们的朋友 听到前櫃这两个字 无论是广州的前櫃 北京的前櫃 或者是上海 上海的前櫃 我唯一没去过的 应该是台湾的前櫃 没去过 没去过台北的前櫃 中国这么多城市的前櫃 就是只有这个城市的前櫃 没去过 那都是在不同的北京的前櫃 上海的前櫃 还有广州的前櫃 都留下了很多记忆的 昨天送你去那里 拿了车之后 我开车回家的时候 都不声唏嘘的 好吗 但是刚刚 这么多年还去那里 但是刚刚 在这个直播之前 如果有看我们Hugo 现在设计一设计 整个微信视频号直播的朋友 就应该知道了 我们都在谈这个问题 喂 竟然呢 我觉得不科学 我觉得不科学 为什么不科学 因为你和我们心机旁边的朋友 你介绍一下 你昨天去到前櫃之后 你捉木锁 堂会现在叫堂会了 现在叫堂会了 那你进到堂会之后 进到你的房间之后 你见到什么 捉木锁 捉木 捉木惊心 没错了 捉木惊心 全男班 所以我在这里 要跟这个堂会的老板 也就是表姐夫 跟表姐夫 提出一个很强烈的抗议 以后见到一群男的 你一群男的 你走去唱什么卡拉OK 即是拒绝进去 对啊 不准进这群传播男的 你只是K什么T什么V 你自己下载一个唱巴 你唱到饱了 然后买个土耀生衣校的 就唱到你饱了 自己家里 你去什么K A什么T什么V 全部男的十几十个 你知道吗 就是影响气氛 不是影响气氛 根本没有气氛 有气氛可言吗 就是这个城市里 在制造尴尬的气氛 除了噪音之后 我想都没必可以制造 你自己买个 趁着双十一 不知道还有没有截 打你买个土耀生衣校 就行了 你唱什么不让人进入 表姐夫 你记不记得以后 要立一个规矩 所以就是觸目惊心之后 很快 唯有默默地坐在那里玩手机 但玩手机的时候 突然收到微信 突然收到微信 下一个地点有邀約 我立刻想个理由 就热 就去了 去到哪里 是红日 命运就算天会流离 命运就算终节离奇 去到红日 红日其实早有移民 这个场是相对新的 跟大家讲讲 红日就在广州的珠江道 是广州最新和最Hit的一个部场 大家不要以为最新最Hit的部场 就是放电子音乐 放什么Hip hop 原来不是的 原来不是那些百大DJ 排行榜 完全没有的 没有的 就是连西游记也听的 你跳就打 我千真万 反正就是播着一大 很耳熟能长的旧歌 旧歌 是相当旧的歌 而且是去到夜 没有mix的 无运音直出 直出的 港湖我空虚 空虚 为两侧物都行祭 前世 真的没有mix直出的 那样 居然可以红的 是啊 这下真是始料不及 是啊 其实上星期我们和湖南天宅 湖南天宅是上市公司 他做娱乐公司 什么歌 东哥 东哥 我们喝到啤啤枯 然后说带他去红日 红日 这个场好heat吗 我们说是呀 他是什么场 我们跟他说 他这么浓民 这么可以heat 这么可以heat 四线成线都可以 但是他真的好heat 湖南楼底 哎呀 开你的场都撕啊 哈哈哈 但是问题 就是在广州是最热的 最热不得了 哇 真是爆了 反正你去到穿白鞋 真的要小心 是 是 就是怎么都踩到你 黑鞋才出来了 是啊 是啊 不得了 最热最热的夜场 红日 那大家其实不妨去玩一下 这个朋友说老人巴 老人才有钱 那我跟你说 你真的不要说什么老人巴 阿智 就是你昨晚所见所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 就是 你不知道 反正 其实我都很多年 还没有这种祭遇 是 嗯 有三个美女跟我搭散 是 你想一下 分别 第一个是怎么搭散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他这个搭散 就是很简单直接的 是 因为我人很nice 你知道 就是不会很扭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走过来 我猜猜妹 哦 那就是了 哦 直接这样的 哎 我猜猜妹 是 因为我本身就和 一家桌的朋友在玩 是 直接就骂我 我肯定 就是 肯定答应他 我本身技术又强 是 酒量差一点 是 你直接猜 那就是 直接猜 一个 是 没错 是 嗯 好 那 好 那 第二个呢 第二个 因为我帥哥等等 就免得太详俊去介绍 哈哈哈哈 全部全城最年轻最美女的那班 都去了 应该是 是啊 应该是 应该是 反正 哎 哎 反正 真是 不如等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啊 唯一 令你白师不得其假的就是两点准时亮灯 是啊 昨天为什么我说 哎 为什么两点准时的呢 亮灯 音乐就收 嗯 是啊 是啊 因为呢 就要照这个 照这个规矩 就一向是夜长做到两点 做到两点的 所以人家是对的 对的 是啊 那这个朋友说 我们两个是照拖 哈哈哈哈哈哈 哎 真的啊 嗯 哎 真的吗 哎 就是我们用不用啊 是啊 是啊 那我说昨晚很开心啦 嗯 是啊 终于呢 就很开心 是啊 是啊 那其实呢 就是 其实你不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以前扑的时候呢 就是我挺不好意思 我经常说我以前扑 其实呢 我上一次扑 就是已经是跟你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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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看回我的抖音 我看回我的抖音 我看回我的抖音呢 现在呢 整天都提醒你一年前今天在做什么 哦 那我看回呢 我以前看回我的抖音呢 就是一年前我在做什么 原来那晚呢 就是你扑我去扑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吗 是啊 我很紧张又兴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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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呢 去年呢 那晚扑呢 是怎么回事呢 是 又是车展 又是车展 也是11月份 是啊 那又是去 那晚呢 就是这个扒堤的 这个小 小鹏汽车 那你跟我说 哇小鹏汽车很多女啊 哇那已经一年了 是啊 一年了 一年了 整整一年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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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鹏汽车 跟着他做了一个 所谓after party 就是做完车展之后 是 是 是 哇 去到全博南 哈哈哈哈 终于知道小鹏的车主 原来跟mini的车主 是这么大区别的 哈哈哈哈 哎 真的拿命了 搞笑啊 哦 原来已经是一年前的事 一年前的事 真的 嗯 是 这样啊 OK 那你现在听到的节目呢 就是一些事一些情 逢星月六及星月日晚 9時半都会出现 珠光姐的廣播电台 然后呢 通过收听的话 很简单 FM97.4 FM97.4 当然了 现在有相当多的其他方式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如果你有网的 在家里的 那你当然可以通过 Hugo的一些事一些情 Hugo的一些事一些情 的微信视频号 嗯 微信视频号呢 收听以及收看 因为呢 我们呢 这个节目呢 现在呢 就很先进了 我们呢 有这个做节目的直播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 可以看到呢 我们两个呢 在直播室里已经做了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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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朋友 喂 你们的浴衣大作战 不是浴袍啊 嗯 嗯 这个路人呢 就是mini车展 表示今天很多女 哎 真的 哎 哎 我们知道的 我们知道 知道 不需要多说 很多年前就知道了 我们唯有不声唏嘘的 哎 那当然了 通过Hugo的一些事 一些事情 这个微信视频号 可以看到之余呢 大家都可以通过 月听APP 可以呢 在这个网上 收听我们的节目 不过呢 就我们呢 有两种的 这个主持的方式 一种呢 就是通过Hugo的一些事 一些事情的 微信视频号 一直看我们在直播室里面 我们在做什么 看着我们的直播之余呢 还可以在上面留言 發给我们 来主持这个节目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通过Hugo的一些事 一些事情以及阿智的一些事情 寫成的 微博 没错了 新浪微博 在我们9点半 發 9点半左右 不是一定 搭正9点半 9点半左右 發这个 暗号 跟评论的话呢 我们呢 就可以都看到 可以令你和我们一起 主持这个节目的 好像这个子梁哥说的 嗯哼 指梁哥说 昨天呢 顺风车接载了一位乘客 攀谈了几句呢 就发生了 一起不可思议的一幕 是 哪一幕 哪一幕不可思议 是 会不会好像 早几天呢 我不知道在哪个群里哪里看到 那女乘客告过男司机 是不是 哦 是啊 会不会发生了这样的不可思议 那男司机不管她 哈哈哈 会不会发生了这样的不可思议 看 怎样 哦 原来的乘客也是男的 他说他拿起空前的背包 上面挂了个饰品 他指着这个饰品问我 有没有听过他们 我看了一眼 咦 这个不是Hugo的卡通公仔 Frank Carr 当时又激动又开心 喂 这么多遇到Friend 更加神奇的是我们同年 又在同一年开始收听节目 又是香里 我问他 你为什么会拿着这个Frank Carr 问我呢 好 期待他最新的一条微博的评论 是 在Hugo写一下写情 这个微信视频号上面 施底发留言 他说 今天在车展我又认了好几个美女主持 啊 施底 OK 施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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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回来我们公司 什么事 是啊 大家认识他 是啊 给我们所有粉丝来认识 是啊 施底你说这些 我就知道你下句想接什么 行动起身的嘛 没错 当然很多朋友都问 你们上个星期 那封什么 一日花500万 有没有下文啊 没有啊 有没有下文啊 没有啊 我们都未收到 一收到第一时间和大家说 是啊 我们未曾收到 他们最新的这个邮件 如果收到的话 我们立刻会和大家说 OK 梓梁哥继续发上来了 就是他问乘客 你为什么会拿着Friend卡问我呢 那个乘客呢 就说他是憑直觉啊 哦 即是觉得他们都是Friend 是啊 所以就问他 正所谓 憑直觉 硬汉痴 賢出一生痴 他觉得憑直觉 觉得我可能是Friend 你很适合红人 哈哈哈哈哈哈 我直接不用放歌 我去唱一下算了 大家今晚想听什么歌 哈哈哈哈 朱祥歌手啊 哈哈哈哈哈哈 FanFanFan 跟你个Fan FanFanFan FanFan Fan过打Bang 才神都 才神都 好心得好步 才神娃 才神娃 賺钱而正好 才神都 才神都 好走快两步 得到他看起你 你有前途 哈哈哈哈哈哈 厉害厉害 你可以去住场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Fan都很清晰 他说 诶 师弟只剩一口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不可以这样的 不可以被人看死 师弟 是啊 师弟 我覺得如果大家 都是这样看你的话 你更加应该挺胸而出 拿个胸出来 是啊 空神恶杀 跟大家说 我不是剩一口的 唉 那 那 子凌哥 这个留言到那么久 他说是憑直的 觉得我可能都是Fan 真的科学都解释不了 唯一可惜的是 我们同性别 如果你说他是女孩 那样多好呢 辉哥 会不会两个都这样想 哈哈哈哈 不如你做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通过我们一个 倡导而性戀的节目 哈哈哈哈 组成了一对同性 哈哈哈哈 真可憐 哈哈哈哈 这个Fan就问 喂 他说恭喜百财啊 廣州哪里有百大电音的夜场啊 哈哈 那样勾的东西 我们不讲这些 不讲这些的 八大电音有什么要讲啊 就是了 真的不行不行 唉 真的 哈哈哈哈 这些不起的 我们不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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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唉 這個比米Hugo 那么高興 同日有毒 哈哈哈哈 我没去到啊 關鍵是 所以 你最高興 沒辦法 喂 真的你一未去 已經不高興 你又怎样了 是吧 唉 兩老啊 25岁努力 為生活奔波留言 兩老我想問一下 前陆去了面试一间心仪的公司 是不是我们公司呢 嗯 然後呢 HR回复 我对你的印象深刻 但是呢 领导说再想想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凉了 還是还有机会呢 面试那时候 HR那段 都算不错 但是领导那段 回答得一半半 那我觉得都 轻轻有点凉凉的了 是啊 反正都有良意的了 是啊 有少少良意 但是叫你等 你只能等 是啊 那你其實呢 我覺得如果你進取一些 的話呢 你呢 直接把波推給他 你的波推給他 你很坦誠地說 其實呢 我好像呢 領導面試那段 我輕輕有些發揮不好 那可不可以麻煩你呢 就是跟領導說說 我的實際狀況 怎樣怎樣怎樣 譬如說你可以把當時的領導的問題 你的回答 各方面 你憑你的記憶寄出來 你寫下 下來給他 那就是 最後盡一把努力呢 可能呢 HR呢 這個朋友仔呢 這麼恨來我們的公司 可能他都會在這個權衡之下 他可能都會跟領導再說聲 對吧 因為HR呢 就是最後一搏 是啊 因為HR呢 其實坦白說 他是 他都是有指標的嘛 他請不到人 其實他麻煩的 一定啦 道理上他是通過的 就是領導那邊 可不可以幫忙 多說幾句好話呢 沒錯啦 沒錯啦 你會說 一打開手機就財神到 不是提前拜年吧 到年末的啦 江同學 江同學想聽這首歌 沒問題啦 今晚怎樣唱 3064700 3064770 53402 13943 3144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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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這樣吧 這個朋友怎麼看陳曼的Dior事件 他是把一個 就是 很醜化亞洲女性 首先呢 陳曼是甚麼人呢 你解釋一下 是一個著名的時尚攝影者 攝影家 攝影師 時尚攝影師 幫過很多大牌子 很多大明星 拍過很多照片 沒錯 在國內首位一致 沒錯 Dior的照片是他拍的 是嗎 嗯嗯嗯 其實呢 專門有一個系列 專門有一個系列 其實呢 我覺得呢 我呢 這個新聞我沒有怎樣入眼 因為呢 我看到幾張照片 當然有人說 拍得很醜啊 其實呢 我覺得呢 藝術一點 大家呢 每個人呢 審視的眼光會不一樣的 作為Dior Dior Dior現在就是 幫你中國人拆 他都拆不及了 對不對 嗯 中國市場這麼大 你想想 現在全世界 對不對 你想想現在全世界 最快的車子品市場是誰 肯定是中國 如果中國沒有Dior Dior沒有中國市場 怎麼辦 他都很難受的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在這個 在這個 很多的 品牌 品牌 任何的品牌 我們先沒有說車子品 嗯 所有的品牌呢 其實大家呢 特別是做時尚 做三副駅物的這些 大家都想是說 我這個品牌 我跟藝術拉上關係 一定啦 我跟藝術拉上關係 即是聲鼻 聲鼻的 這個東西 是跟藝術拉上關係 而不是說 我這個品牌呢 喂 我這個品牌相上很保暖 那這個呢 就是 就是一些比較 我們所說的快 快時尚 所想的 但是就算 即使是快時尚 他都會經常 跟這些大牌的設計師 拉上一些關係 是 或者是用一些 大牌的IP 跟他們合作 而提升他們的 這個 在藝術價值上的 這個認可 那所以呢 我覺得呢 就說 很多藝術家 他通過這個視覺 來傳遞訊息的時候 他所認知的尾 其實是跟我們 是有所不同的 跟我們普通人有所不同的 一定啦 一定啦 是啊 角度啊 想法啊 都有幾個立場 和主觀的 沒錯 就好像我那天呢 我記得是上一季還是上兩季 所以 街市得呢 拍賣了幾個作品 是這個常玉的作品 常玉的作品 這些素描的作品 三爬兩半 這樣畫出來 那我也有給我身邊的朋友看的 我說 你看看這幅畫值多少錢 他說 這樣啊 他說 畫框都可以的 20元 意思是 畫框比裡面的那幅畫 簡單理解 20元 好疑惑的眼神 我再加多五個零 都還沒得 關鍵是 都還沒得 即是 即是不答名 即是沒辦法認可 是嗎 真的 所以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 對於藝術的認知 是每一個人 他的眼光和角度都不同 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 我們如果去批判一個藝術 他是怎樣是怎樣 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 是在我能力範圍之外 所以我沒有關注這件事 嗯 嗯 當然 也有很多的 怎麼說呢 評論 對這件事 每個人對他的看法 是啊 我覺得挺好 每個人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 對吧 大家覺得是怎樣就怎樣 對吧 只不過我是覺得 這樣啊 我連是陳曼瑩也不知道 我今晚才知道 OK 嗯 這個小曾問 藝術是否可以醜化 我是這樣認為的 有時候我們覺得 就很簡單 我們廣東有一個很厲害的雕索家 藝術家 許鴻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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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了很多的 肥女人 肥女人的系列 肥女人的系列 如果我們平常眼光來看 嘩 簡直他也是醜化中國人 對吧 對吧 即是他將肥做了一個誇張的 對 做了一個誇張 和極致的 跟漂亮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大部分人 這個不漂亮的 為什麼他做不漂亮的東西呢 但這個是上升到一個藝術的範疇 當一件事呢 去到一個藝術的範疇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發表我們意見的這個權力 和空間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但至於我們認不認可他 是另外一件事 對不對 分開 是 沒錯 這個朋友說開我們那個 等我盲盒 他說朋友是男生來的 把男女盲盒都買了 是 一般男的就買男的女的 又買女的 他說把男生那張二維碼卡片給我掃 我又不想認識異性 但又怕耽誤了等我卡片那位男生 認識其他女生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介紹你的女生來掃 如果你不想掃的話 那就可以了 是嗎 對 你把他推廣出去就可以了 沒錯 大家剛剛說的那個話題 我覺得到此為止 這個朋友說 古代是以肥為美的 那你又知道古代 你這樣說 其實真的很多沒話要說 反正肥有人喜歡 瘦有人喜歡 無論什麼樣子的人 都會有人喜歡 沒錯 你看看阿智昨晚也有人回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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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說standard OK ok standard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真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高矮肥瘦呢 都各有所好 所以這問題呢 好了 那就可以了 這位朋友很麻煩 他說低低啊 那麼 最無論是莫過於今晚吃飯 蹭骨 現在是妃嬌去醫院欠 很多朋友說 如果你吃魚的時候 啃了骨 吃一口飯 吞幾口飯 然後煮點醋 其實如果真的 如果一下子可以 當然可以 如果不行的話 真的最應該就是去醫院 起床最珠光經濟台 在我們的電台 正在賣廣告 播放廣告客會的聲音的時候 大家如果看我們 Hugo.src的微信視頻號 我們在視頻號上 都有跟大家繼續聊天 剛剛阿智還在開車 沒有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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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晨山才開的 明晚又有車晨山 Hugo 說了車晨山 怎樣 上個星期 我們兩個都沒有空 上個星期我們兩個都沒有空 我們跟東哥聊天 上個星期 對 跟東哥聊天 上市公司 有意收購我們 自己也不做 自己也不做 快去聊 我們跟上市公司的東哥 不是廣播的大波東 去聊天 那晚我們沒有來 之前我在東山口認識的 Bobo 上了我們直播的 三個嘛 C.D.C.K. Bobo Bobo 加上一個外套字 兩 男一女 是啊 Bobo 就是第一次上直播台 然後就很緊張 什麼都不認識 然後第二天就有Bobo找我 Hugo 你有沒有看我昨晚的直播 我也有看的 OK 即是禮貌上了 是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呢 接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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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說 怎樣啊 Bobo很忍諱地跟我說 Hero Hero哥 其實呢 我還有一些強項的 那晚沒有表演出來 是啊 那我說 什麼 他說 但是在鏡頭面前 又表演不到的 這樣 嘿 哈哈哈哈 那你有沒有叫鏡頭後表演 我當時 我當時連那些 就是說 婚愛情有什麼後果 諸如此類 我也快速過了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接著正當我想斷言拒絕Bobo的時候 哈哈哈哈哈 真的嗎 是啊 接著呢 這樣 即是你不要收了 這樣吧 阿寶紅說 阿寶寶好像搭桌子一樣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搭傘 哈哈哈哈 這樣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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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朋友好像流了口水 聽到聽到 哈哈哈哈 聽到聽到 所以我們的朋友上來 不得了 哈哈哈哈 他有什麼強項呢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即是說 他跟我說 他有些強項 在鏡頭前不可以 很難表達 我說 那你 想著怎樣表達 對 對 但我可以通過鏡頭表達 那我說什麼 鏡頭前不可以 鏡頭又可以 我當時清醒了 我清醒了 我說可以怎樣表達 那他說呢 那他說呢 就是這個 他說呢 原來呢 他很喜歡拍照 嗯 他其實 他的志願 是做一個攝影師 哦 即是通過他的鏡頭表達一些東西 是 我明白 反而呢 他自己在鏡頭前面 他不懂怎樣表達自己 哦 他懂得在鏡頭後面 沒錯了 那我說OK啊 我OK啊 那麼我們公司 又沒有這個攝影師 沒有這個專職的攝影師 我答應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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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我們的公司做攝影師 哦 給他來上班 是嗎 嗯 他有沒有看到別人的作品 又沒有啊 哈哈哈哈 這麼隨便 哈哈哈哈 這麼隨便 剛剛也說了 藝術的東西見人見智 剛剛看了 在動物上面 身體便沒什麼事 哈哈 這個Fan值得罵了 原來這些的藝術 才不知Hugo是這麼藝術 不想和大家在這個這麼 downloaded 星期六日晚是爭論一些轉牛角尖的問題 每一個人對每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真的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文明的一個標準嗎 對是有很多看法 這樣才會進步 我們先不要理會這個朋友 朋友們開始問他們很關心 那Bubo已經入職了 那是丁先生呢 這件事好像丁先生應該發一些作品給我們看看 丁先生就要看作品 剛剛那件事我也是想再說多一句 我不記得1904幾年 在延安時代我們已經有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對於藝術方面大家的見解可以有不同的 對於你剛剛說的這個品牌和攝影師之間發生什麼事 我完全沒有了解 我不是說完全不知道 我沒有了解我真的沒有看那些照片 又不知道背後的故事 所以我沒有辦法來作出一個很客觀的評價 知道嗎 我只不過是 因為我個人的一些膚淺皮毛的認識 說出我的這個看法 如果我在這裡連我自己的看法都不可以說出來 大家說怎樣就怎樣 我覺得我本身在這個社會上已經是一顆塵埃 我覺得我自己本身已經是一顆塵埃 但我不想變成一個完全毫無價值的塵埃 其實陳埃其實都可以飛舞的 沒錯 這個Fan說丁先生應該應聘司機 做一段時間他就可以升級為老司機 這個Fan說丁先生可以應聘做攝影助理 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只要有波波做攝影師 然後後面一班人就來了 助理 唉真的 唉 很生氣 對 這樣 那他接下來Bobo還會不會在鏡頭前 嗯 我不知道 既然他喜歡通過鏡頭去表達他自己的世界 我覺得他可以去嘗試 對不對 對 就像你的Fan說 無奈陳埃菲無 對 不知哪個音樂 音樂大師唱過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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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Fan說 哇 這樣看? 很明顯的助理由A到Z 哈哈哈哈 嘩 真的 又說人家什麼花瓶 又說人家什麼搭檯 跟著 跟著呢 一說我們做攝影師 就有這麼多助理 就有這麼多助理 這幫人 你們是不是很雙飆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Fan說 買牛肉丸沒有車貼送嗎 看緣份很多東西 大家都知道 一些事 一向就是倡導緣份學 說到緣份學 我們又說說等我 那就是我們的台曆 大家都知道 對上這麼多年來 每一年 我們的台曆 都大家可以搶格仔 那今年 我們這個搶格仔 有新的玩法 這個玩法怎麼樣 就是大家可以在等我上面 這個微信小程序上面 找到這個微信小程序 找到等我 然後錄上一段自己的聲音 這段聲音 可以的內容其實是不限的 其實呢 某種事 我覺得呢 某種情況之下 在我們開心或者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錄得一段的語言 嗯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激勵 激勵自己 溫暖他人 但是呢 至少呢 在野空裏面 會留下一段自己的聲音 在這個 宇宙裏面 可以留下一段自己的聲音 而令到其他人聽到呢 都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 就是 上等我上面 錄我們這個台力上的聲音 而且呢 大家呢 就可以指定 就是 某月某日 希望呢 就是生成了二維碼 在某月某日出現 當然了 不一定包的 因為呢 昨晚我們一說之後 已經有很多朋友 已經錄了上來了 那 看看呢 這個日期呢 365日呢 都去了一小半的了 嗯 可以將你自己的一些說話 或者對那個日子的一些寄語 錄成聲音 發給我們 而且指定是哪一天 當然我們好像剛才的 不包括哪一天的 但是希望可以盡量遷就我們的朋友 是 沒錯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可以爭取一下 為什麼說 只有一小半的呢 因為呢 其實呢 我們的審核呢 我們的審核人員都很辛苦 日以繼夜都在審核 嗯 因為呢 可能呢 審核呢 可能有幾個標準 第一呢 就是一些言語 一些詞句呢 是不能播出的 這件事呢 我們就會禁止了 是 就是 髒話 那些神德 第二呢 就是涉及了一些敏感字眼 這樣呢 我們呢 都不能冒這個風險 都禁止了 都禁止了 然後呢 還有一些呢 就可能呢 錄音的質素 不是太高 就是說 可能有很大風啊 可能有很大的雜音啊 我們又不是聽得很清啊 或者呢 聽起來又不是太舒服的話 我們都會禁止的 所以呢 希望呢 大家錄音的時候呢 就要 找一個靜點的地方啊 甚至乎呢 你讀一首詩 我覺得呢 可以 表現你當時的這個心情 對啦 不如我們在清明的時候 一首詩吧 清明時節語紛紛 本節目 由幸花穿酒業 贊助播出 哈哈哈哈哈哈 阿智 可不可以先 可以的嘛 哈哈哈哈 你可以讀 但是 如果還沒收到幸花穿的 這個 贊助 贊助款之前 不會把它變成聲音二為碼 哈哈哈哈哈哈 啊 真的啊 壽司 這樣啊 當然呢 大家讀完之後呢 大家可以聽回 如果質量不行的話 你可以重錄的嘛 對啦 把自己最漂亮的 最好的狀態呢 聲音發給我們 是 沒錯啦 當然啦 有些日子呢 我一早就霸了嘛 譬如說 5月11號 譬如說 7月10號 至於霸了這個 3月20號 是啊 也霸了的 是啊 聽說呢 都會有一些名人來跟我們搶的嘛 嗯 是啊 我們在等著等著的 嗯 沒錯啊 好 這個朋友呢 就是 Hilgo很傷心啊 拍拖三年啊 啊 我生日的男朋友才發兩百元紅包和一個蛋糕 以前呢 有禮物煮飯有心思 現在變了是嗎 哎 他是不是不愛我啦 那我們呢 就不要拿這個單獨的事件來這個評價 我們首先呢 就要看一下 他是不是最近很忙啊 是不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呢 他最近這段時間 刻意地跟你拉遠這個距離 等等 我們要綜合分析啊 就是因為呢 其實 很簡單 就是一個人呢 如果忙起來 有時呢 有些事情呢 他真的無瑕顧及的 譬如呢 今早呢 今早我的朋友就 就是我 我問他一些關於汽車的問題 我的朋友呢 就是你發個車架號碼給我啦 之後早就問到這間 我還沒發給他 我完全忘記了這件事啊 所以呢 其實那部車是我的 是嗎 那我有些汽車的問題 要問他 其實應該是我緊張的 這個你主動一點嘛 是呀 但問題呢 就是一忙起來 有時呢 可能會忽視了 當然生日呢 對於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一天 一年一次 所以呢 我們自己覺得 不開心呢 是正常的 但呢 我們都應該切身處地 為對方著想一下 看看一回事 一下子就去到 喂他不愛我了 是呀是呀 當然也有朋友 已經對他提出了批評 嗯 他說有男朋友都算不錯啦 做要求 你還做要求這麼多 你還想怎樣 你還想怎樣 所以真的 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 看問題 真的完全不同 是 沒錯 但這個朋友已經批評他了 你做要求 好 這個朋友說 雙低 兩年多沒見男朋友 現在假裝簽證 希望快點批評 快點拿到簽證 希望你心想事成 嗯 可以快點見男朋友 對 這個朋友說 不如說說今年的TVB台慶 今年的紅地毯聽說是大型修羅場 我真的沒有看 沒有看 我真的沒有看 對 看那個朋友可以跟我們分享 這個朋友說 去年畢業的小白如何應對辦公室政治 貴求兩樓建議 那我覺得你既然是一個小白 辦公室政治 你當然是來得越遠越好 是不是 其實是否他想埋去都埋不到身 小白 對 這些東西遠離遠離 先做好自己 先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就自然有人批評你 我跟你說 如果你一點價值都沒有 兩邊都會踩你 通常辦公室政治 跟我們社會上 是很一樣的 只不過這個生態是微型化了一些 往往都有兩派以上 但對於一些毫無利用價值的人來說 其實無論是兩派好三派好 你都是炮灰 都不關你的事 不是 你是炮灰來的 是被人疾的 是被人踩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首先要做好自己 令到自己有價值 然後你才可以代價而沽 看看你加入誰 街上哪個團火 街上哪支隊伍 這個朋友說 我三年沒聽你的節目 今晚無意中聽回 仿余格勢 沒那麼誇張 歡迎你朋友回來 是的 好 這個朋友說 座標 JJZ又說降溫 為什麼還這麼熱 通常大家不覺得 大家在廣州生活了這麼多年 或者在廣東生活了這麼多年 我們廣東的氣候很特別 明天降溫 今天是零射藝局 即是焗一焗然後就來 是的 熱空氣和冷空氣作最後一擊 垂死掙扎 一交回 先打一頓 沒錯 我沒那麼容易被你的冷空氣打敗 你放馬過來 然後一鼓撞氣 然後 一聲就 死山潰敗 所以 都是這樣的 往往說明天冷 今天特別危 嗯 嗯 這個朋友說 天氣真的剛剛好 現在 適合吃辣味 對 現在天氣的確剛剛好 是 好 這個朋友就說 這個朋友就說 我想跟曾先生說 曹一二 我想跟曾先生說 多謝你一直以來陪伴在我身邊 特別是最近我家裡發生了這麼多特別的事情 有你真好 這些就是溫暖了 這些就是溫暖 是的 有些朋友 好像我們昨晚說了 我們明年的台曆 會用聲音二維碼作為主題 有些朋友就直接錄上來很可愛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我是想錄一下 其實這樣也OK 但我覺得當然 我們不是每一個人 一聽到某一個消息 我們馬上就像藝術家 或者詩人一樣 有很多的聯想 很多的字句湧現出來 但我覺得 就像剛剛的朋友一樣 在這個時刻 突然覺得 他應該多謝曾先生 很簡單的多謝 我覺得已經足以 對 首先 可以自己 本人 通過這一段的心聲 其實抒發了 你自己心裡想說的 其實這樣應該是一種很舒服的狀態 當然 如果真的好像可以溫暖到其他人 那就更加好 這個朋友說 相對 從小抽大我的外婆 這個朋友叫KK 從小抽大我的外婆 這個星期病危 在養老院已經連續發燒幾天 狀態是好是壞 比較反覆 剛剛好 這個星期我超多工作 整個人都心不在焉 真的很煎熬 很難受 嗯 嗯 這樣 但是 因為我是有經歷過這個階段的 所以呢 就是 首先 做好思想準備 但是呢 我們要 祈禱 會有這個好的事情發生 嗯 是 希望所有事情都會變得越來越好的 唐果超人說 相對 今天跟九位朋友成功登頂 深圳第一封 吳童山 好開心啊 期待呢 下次再聚 好 期待 期待 那些朋友問 朱生朱太太呢 昨天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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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封到哪裡 你知道嗎 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這樣 其實我們的朋友 現在 跟太太 跟朱生 跟朱太太 雖然離婚了 但是 離婚之後 反而兩個人 可以闖開心飛 就說出了一些 自己結婚這麼多年 都從來沒說過的內心 這個真實的說話 反而相處好很多 好很多 星期一至五 這個朱太太呢 就是照顧這個 他的第二個 是朱太太的第二個兒子 是 是他跟Y先生的兒子 而這個 星期六日 就回來朱生家 就是 見自己的大兒子 就是朱生和朱太太的兒子 同時 這兩天 他們都會展開 身體上的昇華 對 而且 感覺比之前 好很多 對 因為 都會把自己的感受 說出來之後 朱生 就去 惡補一些 新鮮的動作 朱生的誤性就夠高了 很快 這些人 人家沒有說 你自己加的 所以朱生在這一刻 他就有點彷彿 我是不是應該 復婚呢 不是 朱生現在 他的原話是怎樣說 原話是這樣 你不要這樣 你自己作就作 你那些 現在其實 他說離婚是肯定的 但我現在 不知道自己是 不甘還事不捨 是的 因為 朱太太和 阿Y 只是婚外情 生了兒子的父親 阿Y 是一個 由手好閒 沒有什麼做的人 而且 阿Y肯定不會離婚 大哥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 因為之前 阿Y的太太和朱生 通過電話 我相信 都是表達了 他們倆可不可以離婚 這個意願 而且你想想 阿Y是一個 由手好閒的人 由手好閒 到時間去搞婚外情 太太又不肯跟他離婚 可見 他們倆之間 真的情比感見 對 他們倆離婚的機會 是非常小的 而且 怎麼來 阿Y離開了老婆 她做什麼 她是黑米 對嗎 所以 阿Y不肯離婚 現在 這個 朱太 應該說是前朱太 又很神奇 跟朱生的關係 算是什麼 是 我們昨天節目也說了 會不會就像他以前那樣 每個星期都有一次的經歷 是 所以 朱先生都不知道自己現在處於什麼狀態 所以朱先生現在很憤怒 他就說 首先 我現在跟朱太太 一個星期六日在一起 做著這個聖伴侶好像也挺開心 好像也挺開心 但這種關係 你又很難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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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朱先生已經37歲 要重新開展一段新的感情 又好像要從頭來過 從認識 跟著到了解 拍拖 熱戀 跟著再結婚 再生小朋友 要不要再經歷一次 重組家庭生兒獄女 從頭來過 但對於大兒子來說 對於我的大兒子來說 老婆重新回歸這個家庭 即朱太重新回歸這個家庭 是最好的選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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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不選擇他 其實 這個 Ryam肯離婚 朱太太其實是 處於一個很尷尬的身份地位 當然 我們覺得尷尬 可能當事人未必 是的 是的 所以 這件事 好像如果媽媽 朱太太不回歸家庭的話 对于大儿子来说 也是很奇怪的 就是会缺少些什么 对了 相低 接下来就问题了 相低你说 我接下来如何处理我的人生 如果我重新跟他在一起 我应该如何面对我妈 和知道这件事的亲朋戚友呢 他这样问 是不是他真的想 别人作假设 问一下你这些字 什么都问 就是想 我觉得是有少少想 我现在问你 你今晚还会去红日 你就觉得我今晚会想去红日吗 我今晚不去 我好不好将这件事 和他的家人和亲戚说清楚呢 想说 但怕他们的亲戚说我坏话 什么意思 我不是太明白 我好不好将这件事 和他家人和亲戚说呢 想说 但他怕他亲戚 说我坏话 拋棲棲子 那些子人不是你的 这件事你气不气 这件事是见仁见智吧 他意思是这样 他将不将实情告诉亲戚 如果你不将实情告诉他 别人就说他拋棲棲子 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不和朱太太一起 那就将朱太太在外面的种种 劣迹斑斑要说出来 如果不说别人就说你拋棲棲子 特别是朱太太那边的亲戚 我觉得做男人的事是有担当的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敢劝了 我不敢说我这粒陈埃这个穷爸爸 所说的事是对的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绝对不会说 嗯 其实真的真的没必要说 人家说你拋棲棲子 拋棲棲子 人家怎么议论有他 对啊 把口都生在人家里 喂 大哥 你将这件事说出来 别人一样笑你 被人大陆没有由头脱到脱 你以为你很过瘾吗 你的形象会光辉到去哪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 这一点人不用担心 如果作为一粒陈埃的话 我觉得我是不说的 我是应该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好 还是 嗯 但是对于二分 我有很多恐惧和顾虑 不如给点建议我吧 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以我为假 读出后能否通知我一声 现在通知了你了 你听节目一定会听到 你听节目 已经是昨天读到现在了 嗯 嗯 那阿志 AB两个选择 A就是和朱太重新开始了 重新接纳他回家庭里面 是吧 当然了 都会有一些知情的亲戚 朋友家人就觉得 哇 你被人带老母带到这样子 你也肯吗 你也肯 儿子你别这么傻了 特别是自己父母 对不对 这个是一种意见 第二种的意见就是说 不如重新开展一段的恋情 但是呢 37岁了 马首你过多两三个月 过年 38岁了 重新开始一段的感情 阿朱生有多小个恐惧 这样 我觉得呢 我肯定不应该继续 究竟是不是开展新的恋情 就是后话 还是保持现在的状态呢 阿志你觉得 我都不要保持 你保持状态令到自己很尴尬 都不尴尬 挺好玩啊 有没有责任 我想他只是投入其中 叫自己更尴尬 他现在都这样了 都不要保持 分清楚你的关系就算了 他就是前妻 我和你说怎么忍啊 就是很明显 他们两个在这个周末的这个 是 继续我们的节目 一些事一些情 刚才呢 其实呢 在广告客户的声音那时候 我们在我们Hugo的一些事一些情 的微信视频号上面 其实继续是和朋友交流着的 是的 那大家呢 其实如果关注Hugo的一些事 一些情的微信视频号的话 在广告客户的声音 那个阶段 都可以不间断地和我们 一起交流 一起看我们的直播 嗯 刚才阿智 你说完了吗 我轻轻再总结一下 其实我不应该继续这种关系 当然了 你说前妻周末来探仔 肯定要找他 但就不要再发生一些其他关系 究竟你找不住 那时候忍不住 忍不住都会忍的嘛 你来我走 我去Y那里 或者我去找C 究竟是剪不剪开一段新的恋情呢 这些是其实看缘分而已 缘分到的时候 其实你又不会觉得 很麻烦啊 怎么怎么 如果不是他自己很尴尬 他自己现在都乱了 现在 再沉迷进去 更加不知道怎么办 是啊 其实这件事 我是赞成阿智的意见 很赞成阿智的意见 你现在的关系 你现在和朱太的关系 剪不断离环乱 虽然在这个身体的交流上 你们达至了 从前所未有的默契 还有他可能你对他 或者他对你都互相 发现了很多新鲜感 但是这些 这些只是这个 肉肉上边的欢愉 这件事其实 对于你自己 未来的人生来说 我觉得只是一个小的插曲 甚至乎一个小的涟漪 我觉得正如刚刚 很多朋友 都在这个 和我们这个主持事务的交流里面 都有说到 男生37岁38岁 很年轻而已 是啊 太年轻了 何必这么介怀呢 还有朱先生 我想跟你说一下 你现在 因为你的email里面 已经说到了 你已经洗入了你的事业上 人生中的快车道 这个高速公路 不是发车道 高速公路 所以你现在 随着你的财富的累积 随着你的眼界的抗宽 我觉得 其实你越来越会 在这个年轻的女性面前 是拥有越来越多的魅力 越来越多的魅力 就是优势越来越明显 是啊 你正所谓 你为什么 刚刚我们说了 整晚红日 为什么会这么多 年轻女儿 会喜欢她呢 其实是因为她们 喜欢谭永伦 许冠杰吗 不是啊 对不对 对 他们是喜欢一些 有财富 有见识的 大叔 对不对 所以 就是这件事 正所谓 38岁 正所谓 我们之前都和大家解释过 在这个爱情里面 为什么这么多女孩 都喜欢成熟稳重呢 其实成熟稳重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有见识 还有有财富 这个简称就是成熟稳重的 所以女孩都会喜欢成熟稳重的男生 那么刚好 朱先生 你现在就是了 所以我觉得 你现在 如果 不是了 我就是喜欢陪着我儿子 陪着他慢慢长大 我都不需要一些新鲜的恋情发生了 这个是你的选择 这个是你的选择 正常关系之外 其实你应该可以去发展一段 你自己新的恋情 真的我觉得 这件事我是好看好你的 你会觉得很好玩 朱先生 一定一定一定 现在这个关系就会很错综复杂 自己就会很糾结其中 赶快搞清楚 是 没错 但是你如果好像阿智说的 你现在沉迷在这段 很错综复杂的感情里面 你是真的没可能打开一片新的天空 朱先生 明白了吗 朱先生在这里 很多fan 其实都在微博 微信视频上面 都是祝福你 希望 可以 像你说的 无论是事业的高速功劳 还是感情方面 都是可以丰收的 是啊 真的 尝试打开一片新天空 好吗 朱先生 我们一起共勉 这个fan 他说你们说38左右 好吧 我这个27 有些fan的29 24 都被爸爸妈妈吹 那些跟朱先生是两件事 两件事 你不要云为一谈 是啊 人家感情上面受到这么大的 这个 遇到这么大的波折 是两件事 当然不是说27 29岁 没有男女朋友 不是问题 都是一个问题 但是关键就是 大家真的要打开心飞 嗯 所有fan都好 无论被吹都好 很快 很快 认识到有缘人 是啊 那乐观就说 朱先生 重新开始了 是啊 朱先生 重新开始了 好吗 嗯 这个fan说 哎呀 我都很喜欢那些成熟稳重的女性 嗯 是啊 是啊 OK啊 就是了 成熟稳重绝对是优点 一定是了 是啊 这个本身是一个布尔池嘛 是啊 是啊 对吧 OK 那马上再读email好吗 嗯 在我们的这个 Hugo.sense1sense的微信视频后 不如以后呢 我们也订个规矩啦 我们抽奖呢 就放在这个 我们收一点 节目之后啊 收一点 电台节目结束之后啦 好吗 嗯 是啊 过五千抽奖 到时我们就算是六千八千七千 嗯 我们都在节目之后 统一抽啊 是 好 那这封email是这样的 出轨人妻后续啊 10月10号那封email呢 是 10月10号呢 我们读了一封email的 那我们的男主呢 就被人撕人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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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现在有封后续mail是吧 有封后续mail啦 这样嘛 休果一致 两位 多年的friend 你们好啊 我上一次呢 发email上来呢 是10月10号的那期节目 没错 我就是呢 在你们节目 呃 在你们那期节目 尾声独出的 出轨人妻 邮件里面的男主角啊 那封邮件呢 按你们所说的 真是一个反面教材啊 充满警醒 发人心思 是吧 其实呢 我上次呢 我刚刚好 出差回到广州 那天洛班在车上呢 听到的 非常之意外啊 呃 这个呢 是我听节目以来呢 你们第一次读出 啊 猜不到呢 那次呢 是分享的是我不愉快的事 那你愉快的事 你又不传上来 跟我们分享啊 大佬 对啦 我们fan很多都没有分享这件事 哇 真的 是 这次呢 再写上来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 主要是听到那期节目呢 以及呢 各位 啊 以及呢 到现在为止 各位fan发上来的 个人经历呢 真的听到我拍案而起啊 嗯 啊 或者呢 以下边呢 由我美美到来啦 啊 ok 听一听先的啊 是的 email开头之前呢 先入主题啊 先讲一下Hugo了 其实呢 我跟你都是25岁年纪左右啦 听你节目 在你节目上呢 经常提起你的儿女 我感觉呢 应该是你的儿子 比我的儿子大 我的女儿 比你的儿子大 啊 比他帅子 大一帅 不是 讲笑讲笑 差不多大啦 差不多大 所以呢 我们都是同龄人 但是呢 你就是我偶像啊 无论是职场上 以及情场上呢 都是高手 至于阿智呢 哇 那更加不用讲啦 在夜场上戚册风云 虽然呢 经常被Hugo 夜遇为清朝人 但也不失当年大清的风范 哈哈哈哈 什么都人像八糟 你真的 喂 你不要说清朝 清朝呢 是中国历史上 国土最大的一个 即是版图最大 是啊 是啊 国土版图最大 都是厉害的 是的 风范风范 李佩聪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风范风范 风范 总之你啊 是当代年青人 学习的模范 其实两位大佬 在节目上呢 互补的效果 真的非常之好 我出差的时候呢 亦有和当地的同事呢 推荐你们的节目的 嗯 多谢 多谢 是是是 多谢 上次呢 以及刚刚 刚刚的 刚刚的 好 你问李佩聪 他是说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是啊 对了 第一 有车有楼 没错 车有楼 楼也是有 但是另外一套楼呢 是自住家投资 在佛山SS那边 嗯哼 就是哪一边啊 SS是什么啊 嗯哼 啊 不知道啊 Double S 三水 当初买的时候 多数有些冲动 但现在基本上 就是过去度假模式 鉴于之前发生人妻出轨的事 加上也打算 虧妨她 在贵城或者广州再买过 所以老婆很想卖了她 那里说真的 总体挺好的 如果卖了真的不舍得 千万下了不少心思在里面 加上如果卖了重新再买 如果再想买回那种类型 估计都难 毕竟地段不一样 我们是改善型居住 非炒楼 现在经常住那里 虽然是旧小区 不过周边配套还不错 而近广州非必要 我都不想放下她 放下一个自己的固定资产的情况 地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三水 一个是斯山 我们的朋友真的很厉害 你这个朋友说数舍 数舍不是在三水 不是在佛山 第二 我记得之前 有个女朋友发觉 一封email上来抱怨 自己老公经常不回家 我在想 你看看我就明白 我刚刚说经常住那个地方 我每天天天开车上落班 一趟距离至少35公里 油费加高速费 你们可以计算一下 一个月来有多少 三年都是这样 现在每天早上 我接儿子回学之后 自己又开车去上班 落班又经常塞车 特别是节假日 我试过从公司开车回去 用了接近三个小时 正常是一个小时 不过现在都到处整路 真的很烦 晚上回去之后 我有时还帮女儿洗澡 做家务 总之完事之后 基本上11点之后 才是自己的时间 所以说 所以有时说真的 有时我回到家之后 真的停下一部车 在车上把座椅靠背放下 听一会儿歌才回去 那种滋味 不知道如何形容 我相信生活的压力 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有的 日日忙碌的家庭生活 的确是 第三 我爸妈来我家 住得不太远 一公里不到 其实挺好的 但在中国婆式关系 永远都是解不开的难题 我都是这样的 作为中间人 我都不知如何是好 其实大家看身挺好的 这么近 又可以分开住 但是我妈妈有个特点 就喜欢收拾东西 就是收拾屋 有空去她家帮忙收拾 特别是我们爱出其间 她又喜欢去我家帮忙收拾屋 然后我们回去之后 特别是我老婆 就会跟我抱怨 说真的 我都私下 跟我妈说了一遍 不要再帮我们收拾 真的说到苦口婆心 你忧我们 乱乱 但是好了一段 她又忍不住心痕 现在我真的打算 换密码锁 但又怕伤了他们两脑的心 那真的不行 是啊 到时候 哎呀 儿子的屋都不让我入得了 是啊 更加吵 是啊 随此之外 还有教育问题 毕竟两代人的教育方式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情愿辛苦一点 都是自己的臭小孩 现在我老婆还好 目前可以在家里办公 但是如果我一出差 又鸡飞狗跳了 哎 真的不容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第四 就是重点 其实上次发的那篇email上来 我是思考了很久的 结合了目前很多出轨的案例 哈哈哈哈 我总结了一件事 凡事要学会换位思考 从自己出发去找问题 然后好好跟自己的另外一半 沟通交流好 就拿我的例子来说 我后来从自己身上去找这个原因 为什么夫妻吵架就要去网上认识别人 你来打人呢 你来打人呢 我老婆后来也反省了一下 自己也是有关系的 日常确实比较少关注我 都是把焦点放在小朋友身上 所以感情是需要维系的 即使在忙 亦要关心对方 包括生理上 以及生理上 真的 所以我上次 我说过一次 哎呦 我没有在节目中说 我忘记了了 就是我的朋友 他两夫妻 我在节目中说 有朋友 送了邮件过来 说他老婆现在开始玩情趣了 是因为听了我说 我应该在节目上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的朋友 有个案例 就是 两夫妻玩到 哇 真的 好什么的 是 flower 是不是你说的 有没有 flower 很多新花样 是new flower 是真的 这件事是需要的 真的需要 反正经过那件事之后 我现在基本上 一个星期要煮饭 好几次 基本上 我有求必应 不会好像以前这样 就是之前 他太太 就是说 要照小朋友 很累 先生有需求 他太太 都 下次才会很累 诸如此类推却了 现在 自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多了很多交流 是的 一个星期要几次 基本上有求必应 听了上次 不是 是我有求必应 sorry 太太有要求 先生 就 就 就 虽然他好像 之前说得这么累 等等 压力 三一点之后 才是属于自己 是的 这个朋友说 new flower style OK 新花样 是的 听了上次 你们对我件事的分析之后 其实说真的 我这个心结一直都在 我一直在想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先人跳呢 其实我自己所做的 其实以我自己所做的这个行业 想查他们 都不是难事 我一直很自责 因为这件事对我家人影响实在太大了 我还记得那晚 在派出所 我爸我妈我 以及他们两个 以及他们两个一唱一和 他两个在我爸妈面前一唱一和 他老公骂我 以及骂我爸我妈的情景 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记得在现场 我当时恨不得现场 抄起一张椅子 就砍过去 派出所打架你 是的 还有那天 在派出所和解 我老婆都过去 帮我协调 连警察都说 我为什么要找那个死女人 就算找都找个好一些 警察哥哥 你真的会说话 虽然你劝别人 但是心情好过一些 你不能这么劝 是这样 接着警察就骂我 说你看你 你老婆哪个地方不及那个女人 好爱多多声 还有就是那个女人 在数钱的时候 我见到口罩之下 她在偷笑的情景 我真的很后悔 有这段经历 我曾经想过很多场景 例如他们找人打我 说真的 一般人真的不是我对手 虽然我没有宇宙最强 可以一个打十个 但打五个我怕得罢 厉害啊 就算不打得 他们应该都没有我跑得快 厉害啊 又打又跑得快 因为我曾经 以前是学校里面的体育特长生 当初当兵都是特招生 当过兵 现在体育方面也很强 后悔没有去成疑议 当兵 不过呢 现在呢 现在呢 我自己呢 都要随时做好这个准备的了 我都要有这个风险意识的 你不需要有了 你的风险意识呢 就是不要再出去勾三踏四了 人家已经数完钱了 不会再找你的了 哥哥仔 你放心吧 对吧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 视频号上呢 这个朋友说 现在很多先人调 阿Dear发上来的 这个朋友说 刀过去了 忘记了 放下了 这个朋友 拭字头上 一把刀 所有都是经验教训 这个朋友说 原来你们个个 都是生活不协调的 你又不可以这样说 这个fan说 用老婆 Ryan 用老婆情趣 做平保的fan来报道 好耶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你真是拿命啊 你真的 你不怕你手机 被人看到的吗 这个fan说 警察呢 都见得坏人多了 那当然了 说见坏人 真的警察多了 绝对了 他面对的就是坏人 对不对 Hilgo 阿智 以及各位朋友 我真的很想 很想去报伙 很想去打他们一餐 但毕竟呢 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可以明白 要守法 对了 可以明白 不可以冲动的 一定要守法 听阿智说 一定要守法 我也曾经不止一次 去找个心理医生 医生呢 都劝我要回去 这样 这样 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要好好摆下 但每每夜心人静的时候 那个心底里面的魔鬼 又在我心里面 蠢蠢欲动 我真的很痛苦 你们明不明啊 当然明啊 自己做了一件 很后悔的事 摆明被人决 对不对 但是呢 还要忍气吞声 那种感觉呢 真的 真的 我不敢说记一世了 但至少呢 在一段 一段时间内呢 都会很侵蚀你自己 但是这个越是这样 越在这个时候 你越要去 学会 去将这件事 看淡 看淡 因为其实 你想想我们呢 从 我们呢 有时看问题 我们要从结果推论 看回头 是不是 我们结果 我们看回结果 现在结果 是不是对你家里最好的呢 你太太和你现在的关系 非常融洽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又重新回归家庭 你们两个呢 也知道 夫妻双方 遇到问题之后 应该怎么解决 如果从这些结果来看 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呢 是不是 你不要以这件事 当初发生 令你有多困扰 令你有多丢架 去看这件事 你从这个结果来看 是不是 坏人帮助好人亡呢 是不是坏人 令到一件坏事 反而变回好事呢 嗯 就看你现在 整个家庭的状态 你自己的状态 除了那些坏人之外 整个状态是好了 好像这位朋友说 这个八五后 终于人间清醒了 是啊 真的清醒了 一定要 夏宇松子说 你太太真的算是这样的了 嗯 是啊 是啊 真的很好 你现在回头 你还会想那些东西吗 是不是 你当然想开心的东西 人生 是不是 乐观自信爱 我们经常都放在心里 是不是 什么是乐观 乐观就是我们 懂得把我们的开心放大 你明白了吗 有时那些不开心 你假想不记得它呢 其实是越记越深的嘛 那我们不如呢 我们换另一个方法 我们将自己的开心放大 我们活得更加乐观 一些不好吗 是不是 嗯 这个朋友说过去的事 可能不会忘记 但是一定要放下 没错 没错了 这个胜哥仔发来 我听了一封email 我都想在非洲 被先人跳 一个项目 就只有两个大婶 几个清洁的 黑人的妇女 你就是这样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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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人真的是 阿成哥 阿成哥 你不可以这样的 阿成哥 在上海过年开心点 知道吗 哈哈哈哈哈 真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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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 哎 我的故事呢 就到此为止了 或者呢 这个就是人生 正如呢 露火重案里面 亭峰所说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除了黑和白 其实呢 还有很多灰色地带 嗯 或者是我自找的麻烦 让我触及到了 现在难以自拔 另外我以上所说的 其实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一个写照 人生如气 气如人生 接着就是结束了 这封的email 希望这件事 在你生命里面都结束了 真正结束了 知道吗 我相信真的一定会结束 因为两封喵 可以和我们两个朋友 和所有朋友一起分享之后 可以将自己精爱心里面 那些不开心的东西 说了出来之后 就一起体谈它 是的 一定要学会乐观的生活 乐观的生活 就是我们学会 要将这个开心放大 开心放大 知不知道 我们心底里面 装个开心放大戏 好吗 这个粉丝说放下 知道和爱的人 不可以再 他说自己的事 放下了 知道和爱的人 不可以在一起 就今年将它 介绍了给其他人 忘记他吧 期待新的开始 所有东西 不应该放在心底 就放开它 新的好的开始 朱鸿就说狠狠报复坏人 不如狠狠爱老婆 挺好的 这个粉丝说如果没有钱 那怎么可以乐观呢 如果你将这个没有钱 作为你不乐观的借口 那你的确很难乐观 但问题 我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你不会遇到一些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也说了 我们成年人 第一 就要学会 要自己 讨论自己 哄自己开心 第二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应该 应该有一个快乐的放大气 令到自己的快乐 去放大 然后就是 掩盖了 所有你的生活中的 种种遇到的 不好的祭遇 是不是 你不好的祭遇 你一定会遇到的 你谁都会遇到 有钱都可以去加印 你看看今时今日都会这样 你的朋友说 没钱为什么不可以开心呢 他有个词 叫做宠佳仙 是啊 都可以开心的 是啊 你不要 就是常常 纽见你自己 最不强项那点 你明白了吗 如果 没钱就不开心 这个世界最不开心的 就是我了 对不对 穷爸爸 对不对 最不开心 就是我了 但是为什么 我可以过个礼拜 笑笑口 跟大家聊聊天 对不对 正因为我是懂得找到 我放大自己开心的方式 我是这么想的 我每个星期可以上来 跟大家聊三个小时 对不对 开心和朋友之间聊聊天 其实不是 你想想 生活中你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 每个星期可以 和你的好朋友 一起聊三个小时 是啊 很难很难很难 是啊 很奢侈的一件事 所以我之前 我的朋友都说了 他说今时今日 今时今日 你约朋友出来吃饭 对方肯出来 已经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最值钱的就是时间 对啊 别人愿意 就是牺牲时间 来跟你一起去聊天 这个就是你的朋友 好像我们每个星期 有这么多朋友一起聊天 绝对是值得我们 很自豪很开心的事 对啊 Kason就说了 对啊 没有钱 为什么不开心呢 我一个月只有40k而已 我都可以很开心啊 你继续啊 我都 你开心 我们就开心了 好不好 你继续啊 哎呀你真是 我都替你开心啊 对啊 替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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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开心的 这个非常找个人 谈心事 真的很难的 的确很难的 是啊 所以这件事 是不是值得开心呢 对不对 你真的坦白说 你马云好 许家印好 你今时今日 每个礼拜 可以跟这么多好朋友 一起聊三个钟头 他们还能阻止 对啊 对吧 打电话都不接啦 没钱的 我没钱的 问我借钱 电话没人接 一看名字就知道 问借钱 不要说本人 什么助理 秘书打过来都不接 对吧 对啊 这个Fans 或者说什么 40K的 我给他抓一下 旅行者说 你是世界上最乐观的穷爸爸 对啊 对啊 OK OK 嗯 那么 那 你要问我 真是穷啊 我连40K的东西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哈哈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一天可以跟我们一起笑 对啊 很开心的 这个华女说 天天辅导两个儿子做作业 我很不开心 我昨天已经说了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辅导小朋友做功课 我们很猛烈 其实不是因为 小朋友不适而猛烈 而是我们对自己基因怀疑 怕小朋友遗传了自己这么笨 真的这样也不懂 其实是发自己猛烈 你知道吗 如果你正常人 你怎么会呢 我不记得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那时候学习车 因为没什么时间练习 曾经有一度就想 哎呀 我开车真的很难 我立刻考了 开车原来这么难 那天就接步的士去 坐的士去 坐的士的司机 一看就是一个 没有文化的湖南司机 不可以这么说 但是有时 我在这里不是说看不起那个司机哥哥 只不过有时你为了碰自己的胆 你这样想其实是对的 我当时想他都考到牌了 拿到这么熟了 对啊 我没理由的 对不对 我没理由比他蠢的 就是这样鼓励了自己 你知道吗 其实人呢 首先就要 懂得哄自己 懂得开导自己 这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是 哇 毁佳印发上来了 化名真真 我是做地产的 求包单 求包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今晚成功叫了一个新朋友加入 是 叫miss mo 希望hugo自帮手读出来读了 对对对 明镺 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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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